这是咒术回战中最精彩的一场战斗 一股忧太对决夏尤杰 一股忧太是次达特级咒灵师之一 夏尤杰呢则被誉为和五条五一样强的咒术师 就见忧太率先出手 他招出特级咒灵 骑奔李湘 夏尤杰招出咒灵武器库 套出特级咒灵 由云三节棍 忧太首持一天剑 一个光速途径 联手李湘对夏尤杰发起合弓 就见夏尤杰 闪身跳跃高空 一招流星主乐 拿三节鞭锁住一天剑 接着一招乾坤大挪移 竟然同时挡下 忧太和李湘的夹击 夏尤杰劝忧太 跟我去创造 只有咒术师的新世界吧 五条五自身难保 你跟着他浪费你这身武艺 忧太一口回绝 五条五老师又有知遇之恩 我绝对不会背叛他 花音刚落 夏尤杰就通灵出章鱼歌 想将忧太绑走 忧太挥刀解围 却被夏尤杰一棍子捶飞 夏尤杰决定速战速决 就见他通灵出特级咒铃 发生玉藻前 接着使出咒铃操触 即使翻漩涡 就见空中 惊现一个暴流漩涡 里面前混杂着 数千只咒铃 忧太深知 这朝威力期待 他决定 以牺牲生命来抵挡 他爱抚着李湘 感谢李湘一直陪伴着自己 随后 他向李湘提出最后一个请求 希望李湘 能将所有的力量 借给自己 等击败夏尤杰后 他就陪李湘一块去天国 永生永世都不分离 李湘无比激动 瞬间释放出全部的咒铃 毫无保留地交给优太 优太立刻将咒铃 凝聚成伪授月 夏尤杰怒斥伺优太 你这个玩弄女人感情的人渣 优太却表示 优太乍降伪授月 夏尤杰呢 也释放出极致番 一通大爆炸后 战场上升腾起蘑菇云 这处高校呢 被炸得稀巴烂 地窍更是被轰出个无底洞 优太和夏尤杰 谁能获胜呢 不就来讲讲吧 OK 我们从头讲起 优太十岁生日那天 他的青梅竹马送给他一枚戒指 两人约定将来长大后就结婚 这个青梅竹马 正是其本李湘 但后来的某一天 李湘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优太目睹这一幕后 直接愣在人地 就在这时啊 李湘的灵魂突然变成一只咒铃 就只浮生在了优太体内 每当优太被人欺负 李湘就会骤然现身 然后呢 所有欺负优太的坏蛋 就会被李湘强行塞到柜子里面 很快 咒术界就察觉到李湘的存在 将其评为特级咒铃 并将优太扎到处刑密室 决定秘密处决优太 优太没有反抗 他认为 李湘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伤害别人的 自己才是罪魁祸首 就在优太要量量时 五条物出现了 他决定带优太 去东京咒术高校 只要将优太引导向正确的道路 咒术界的实力不仅会翻一番 而且优太也不会成为第二个下游节 但优太呢 却不愿意离开密室 他宁肯将自己关起来 也不愿意出去伤害别人 五条物表示 任何力量都是一把双刃剑 就看使用者怎么用 你只想着担心伤害别人 为什么不去想帮助别人 优太觉得有点道理 决定跟五条物走 此时的优太啊 还不知道世上有咒术和咒灵的存在 五条物是一年级班主任 他的三个学生分别是 珍稀和狗卷以及熊猫 班级见面会上 优太走进教室的一瞬间 三人就发现了优太体内的李湘 优太刚要自我介绍 珍稀的长矛就披在他脑袋旁 只见三人围住优太 认定优太是被诅咒的敌人 这时呢 五条物才向优太解释了 咒术和诅咒的存在 优太直呼 你倒是早点告我啊 三人更是无言以对 你这般主任也太不负责了 忽然 李湘感应到优太被欺负了 再一次现身出来 优太阻拦不住 然后珍稀三人就被咒了 自此 优太正式加入东京咒术高校 半个月后 五条物交给优太和珍稀一个任务 去一所小学拔除咒铃 以及寻找失踪的小学生 第一次见到咒铃 优太吓得直往后躲 而珍稀呢 却是镇定自若 一套太极刀法 就将咒铃小怪砍成了经验值 两人走进教学大楼 珍稀发现 虽然咒铃有很多 可他们看到优太后 就全吓得躲了起来 珍稀拿过来优太的学生证 想看看优太 被定级到哪个等级 没想到啊 优太刚入校就被定为特级 珍稀羡慕死了 就在此时 教学楼内经现一只巨大咒铃 优太和珍稀直接被吞下肚 失踪的小学生 居然也在肚子里 优太让珍稀快想办法 可珍稀呢 大腿已经被咒铃腐蚀了 完全没法继续战斗 优太怕得不行 危急时刻 珍稀质问优太 咒树高校 难道只是为了在这里狗活吗 这一刻啊 优太才记起自己来咒树高校的原因 那就是不想再孤单依人 想和李香一块被别人需要 优太一把扯下戒指 戴在了手指上 希望李香能和自己并肩作战 下一秒 李香便专列咒铃的躯体 对咒铃是一顿毒打 优太则扛上珍稀和小学生 全力往外面撤 正当他要耗尽力气停下来时 突然听到李香鼓励自己 优太燃起斗志 他要为了李香认真活下去 就这样 优太成功将大家救出战场 五条屋为优太点赞 送大家去医院后 优太和五条屋在医院里闲聊 这时呢 一个病人小孩走过优太面前 这让优太怀念起 他和李香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也是在医院里 优太很是思念李香 他向五条屋倾诉 已像当初变成咒灵附身在我体内 或许是因为我诅咒了他 因为 我想和他永远在一起 不想让他离开我 五条屋感慨 世上最扭曲的诅咒 或许就是爱吧 认识到这一点后 优太决定留在咒术高校好好学习 定要找到解开李香诅咒的办法 而优太不知道的是 他的学生正遗留在小学校 被一个神秘人捡走了 三个月后 优太和狗卷组队执行任务 去商场里拔除咒灵 食人鱼聚集在商场里开会 优太有点发怵 数量这么多 这得打到啥时候 然而呢 狗卷一声给我爆炸 数千条食人鱼 竟然就被炸成了小鱼竿 狗卷是咒炎类型的咒术师 他的语言具备咒力 食人鱼被秒后 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更强的咒灵 级别至少是准一级 优太想打电话摇人 狗卷让他别哄 站在旁边杀溜溜就行了 只听狗卷大喊一声 给我便加肉饼 咒灵瞬间就被挤爆 两人顺利完成了任务 神秘人暗中观察着犹太 他有点小失落 这回还是没能欣赏到李湘的方知 五条屋赶来视察战场 他一闻就知道 神秘人留下的咒力误会 百分百是夏游杰的 事实的确如此 夏游杰就是这个神秘人 他曾和五条屋在咒术高校同窗三年 两人被誉为是最强的咒术师 可后来呢 夏游杰通过99游记了解到 咒灵的产生 源自于人类的负面情绪 而咒术师却不会产生任何咒灵 由此 夏游杰蒙生了一个恐怖的想法 要是灭掉人类 创造一个只有咒术师的世界 世界会不会迎来真正的和平呢 但夏游杰也只是想一想 并没有真的去行动 直到这天 夏游杰接到一个任务 这两个小女孩因为有咒力 被村民怀疑是魔鬼 村民要求夏游杰 一刻将小女孩解决掉 夏游杰终于忍无可忍 于是啊 他就灭掉整个村子 带上两个小女孩叛逃了 从这天起 夏游杰就是人类为臭猴子 决心打造一个只有咒术师的新世界 这天 犹太真要和大家去吃饭 夏游杰忽然杀到咒术高校 邀请犹太加入自己的大家庭 借助李湘的力量 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 犹太吓坏了 不知道夏游杰在叨叨什么 五条乌及时赶过来 命令夏游杰远离他的学生 夏游杰热情打招呼 随后呢 夏游杰便向咒术高校宣战 12月24日 我会施行百鬼夜行计划 上亲自咒灵将突袭东京和京都 我期待你们的反击 夏游杰离开后 咒术高校立刻部署防御力量 除去刚入学的犹太 所有咒术师全员出动 12月24日 果然有大量咒灵攻入城市 纳纳明拿着屠龙刀歹谁砍谁 明姐扛着开三府 成为街上最亮的仔 五条乌亲自阵守在最前线 和米格尔展开激战 五条乌察觉不太对劲 夏游杰为啥没出现在前线 这一刻啊 五条乌才明白夏游杰的真实意图 赶紧将身边的狗卷和熊猫 传送回咒术高校 五条乌则留下出离米格尔 此时的夏游杰 孤身一人杀回咒术高校 他的真正计划是 夺取犹太体内的礼香 至于百鬼夜行 不过是引走其余咒术师的一个幌子 此刻呢 咒术高校的守备力量几乎为零 夏游杰看了一眼昔日的校园后 当即降下账 犹太有点害怕 珍惜让他待在教室里别出来 珍惜就去单挑夏游杰 然后就被揍趴 夏游杰找犹太直击 狗卷和熊猫传送了回来 熊猫纵追到地面上 直接变身成功斧熊猫 一个机阵掌 就垂飞夏游杰千米远 夏游杰飞认出珍惜的长矛 熊猫惨遭抱穿心脏 但狗卷啊 及时增援过来 一身给我趴下 夏游杰就被阵击下地狱 狗卷怒喷番茄汁 这波太消耗受命了 狗卷和熊猫赶紧去救珍惜 但下一秒 夏游杰就从地狱里爬出来 轰隆一身之后 犹太跑出教室一看 珍惜三人已经重伤倒地 犹太愤怒到了极致 当场造出李香 要揍夏游杰 为伙伴们出气 夏游杰呢 却是无比开心 总算亲眼见识到李香了 只要夺取过来 他就距离创造新世界更进一步 犹太先把小伙伴转移到安全区域 再用反转术式 维持住小伙伴的生命体征 奇怪的是 夏游杰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攻击犹太 而是等犹太重返战场后 才造出一堆无公斤 朝犹太扑过去 犹太掏出神奇小喇叭 一身去死吧 无公斤就被挫骨扬灰 夏游杰给犹太点赞 这么快就学会狗卷家的咒岩术 不愧是五条物的学生 随后啊 夏游杰造出咒林武器库 这个咒林原本是扶黑圣尔的 圣尔被五条物击败后 夏游杰就接收了这个咒林 咒林给夏游杰吐出油云棍 犹太也挥舞起一天见 两人直接正面硬刚 之后呢 就是开篇那一幕 犹太将生命献祭给李香 解除了李香的咒力限制 两人联手使出伪授欲 夏游杰则造出特级咒林 化身欲藻前 接着使出大招 极致翻漩涡 和犹太队冲起光波 一通大爆炸后 夏游杰身负重伤 并且还失去了右臂 夏游杰战败 就在夏游杰要撤退时 五条悟赶了回来 夏游杰轻松一笑 然后便坐下来 他问五条悟 我的家人都平安无事吗 五条悟表示都及时撤走后 夏游杰悬着的心 这才平稳落地 这时啊 夏游杰坦言 你不自己回来 却送狗卷和熊猫回来 不怕我失手干掉你的学生吗 五条悟表示 你从来都不会伤害年轻咒术师 这一点我还是信你的 夏游杰笑了笑 接着便将犹太的学生证 交给了五条悟 五条悟这时才知道 小学校的咒铃 也是夏游杰放出来的 五条悟伤感表示 你我同窗三年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夏游杰最后一次 向五条悟敞开心扉 我虽然很讨厌臭猴子 但这其中 并不包括周术高校的伙伴 此刻呢 夏游杰就剩下一口气 五条悟走过去 对夏游杰说了句最真挚的话 夏游杰知足地微笑后 生命就此走到尽头 犹太没受啥重伤 他放下对李香的执念 因此 李香的诅咒得以解除 灵魂成功恢复人情 李香并没有责备犹太 反而感激犹太 能让自己以咒灵的形态 陪伴犹太这么长的时间 和犹太道别后 李香变化作星光去了天国 五条悟还给犹太学生证 犹太好奇 这是老师捡到的吗 五条悟回答 是我的好朋友捡到的 我唯一的一个好朋友 自此啊 犹太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咒术师 并且和珍惜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以及找到了正确的人生路 祝福他今后越来越幸福 本片是 周主回战剧场版林 本期问题 对于五条五 夏游杰和一股犹太 大家觉得 哪个角色最具魅力 选五条五的扣三个一 选夏游杰的扣三个二 选犹太的扣三个三 不觉你喜欢谁呢 我更喜欢五条五多一点 主要人长得帅 技能还特别强 他拥有的六眼 可是数百年才会诞生一粒 而且那 又也是使用 无下限术式的钳制要求 五条五不愧是站立天花板 可惜啊 却遇上了素能 希望五条五能在将来复活啊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观众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